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有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 关于一个已经年龄到45岁的女艺人 她举家移民到英国 然后在肾身上说自己找不到工作 只不过在肾身上就被人发现了 她就好像卖惨地想告诉大家自己多么惨 多么不幸, 这些造业多么差 但是实际上, 当你看完之后就会发现 原来其实你也不是很惨的 另外, 在某些字句里可以看到她 她自以为自己态度很好 但实际上是差得爆的人 跟大家去看看这些 移英叫做暂时找公失败的例子 因为除了看英国移英这些例子之外 有时候一个人的人格都可以很多东西看到 好了, 然后第二个话题 黎明开演唱会 我爱黎明 在这个演唱会里面 有观众的头发受伤 而且是说要连了四针 待会跟大家看看 究竟为什么看一看 演唱会都可以无故受伤的呢? 还有, 受完伤之后 主办方如何处理呢? 还有, 究竟有人受伤之后 主办方如何处理呢? 跟大家揭秘一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和记得按隔离的小铃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看看那个女艺人叫什么名 现年45岁的林瓦斯 曾经做过不少出位的言行 年轻时的他曾经拍过三级片 早年下嫁给一个钢杂商人 欲有一名的小朋友 不过在结婚10年之后 发现老公偷食 最终离婚 然后当他成为单亲妈妈之后 从回到娱乐圈找食 更加有传就是 他摊着了经理人 但是他的经理人又被揭发 就是和他前夫相同一样 去年林瓦斯 淡出香港的娱乐圈 去到英国重新生活 只不过新生活 未如想像中顺利 林瓦斯透露 现在移民了去到英国 会中国、英国、香港三地去飞 在英国就会帮助家人的餐厅生意 在中国和香港就会出席不同的活动 另外他也打算 自知五位至到六位数的数字 去出歌 不过当谈到英国生活 他就相当灰心 他是直言自己在英国找不到工作 甚至乎连洗碗也不请 他就说 在英国生活不难 他说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小朋友 所以整个家庭才去到英国 他就说自己尝试找工作 大概记了三十多封的求职讯CV 全部都没有回音 并且就说 写上自己曾经在英国读过书的历历 甚至乎 他没有说他去找过洗碗工 他只不过是跟你说 原来连洗碗工都会问你取CV 他就说 自己就很不开心 觉得自己的人格低了 转过头 他除了抱怨英国不好的时候 也在这里顺便推销一下自己 就说 大家有什么事 有什么工作的话 就可以随时找我 甚至乎就说 如果你想找我的话 我不给CV你了 你自己上Google找我是谁吧 其实单凭最后这一句 都已经不敢请他了 如果你作为一个女艺人 你真是很把炮的 那根本不用上网 就这样说名字 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是不是 如果你真是有料 上网就可以看到你一切 当然是可以看到一切 是不是 但是 你都不是把炮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你明知道自己要找工作 麻烦你先放下你的态度 除非就是说 你真是很出名 不过是其他人有眼无珠 但是正常这些人来说 是工找你的 就不用你找工作 你还要公开地在网上下落 就算你说你不是真是最厉害的天皇巨星 未必有猎头公司去猎你 但是我会这样说 在全世界来说 只要你稍为在某一个行业上有能力 我当你有八分有九分的能力的时候 你要找工作 或者你叫做寻求机会 你永远都不是说 去用一些公开网络的形式去找工作的 坦白地说 你估计那些社会上的笋工 我不是说医生律师那些笋工 因为就算不是专业人士也好 有时候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职位 都会有些职位是比较爽比较笋 例如说可能工作量不高 但是薪酬又比较丰厚 但是与此同时 有些叫做公开招聘的一些职位是说 人工是夸张地低 但是对你的要求特别高 例如说一个星期叫你回6天 然后每天叫你回10个小时的工 肯定有很多的 那这些就是需要去公开招聘 但是那些可能每天就只叫你回6个小时 然后一个星期只是回5天又不用轮班 就是这些比较笋比较爽的工 那不会就是公开放出来请人 所以你既然公开得要到处去招聘 大家请我 大家请我的时候 好心就是说 既然你都知道Google就找到自己的东西 那你当然是自己去筛选一下 你在Google上看到自己最辉煌的东西 那就自己顺便贴出来吧 对不对? 就是连做那些小小事都懒 还说出来招聘 那只是这一份态度就死了 还有他就说自己 哎呀我发了三十几封求职信出去很辛苦 其实求职信 CV 或者我们叫做PoFolio PoFa 还是一样东西 好了 其实一路永逸而已 对不对? 你将自己的名字 照片 学历 做过什么 有什么特长 有什么工作经历 你写得好好看看 放在一张纸上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当你整理好之后 你记一份也是这样 你记两份也是复制贴照 就算你说记到三百份 你就是复制贴照 对不对?所以差别不大 还有就是说 有些人在香港找工作 一天可能都不知道 他真的有心找工作的话 一天传过一百份的CV email 没回复人家也是这样过 对不对? 所以你也很无谓的 说到自己传了三十几封电邮 人家就必定要去回你 既然你不清楚英国的就业市场 那你就别人移民了 对不对? 还有在我十年前 十八岁了 叫做初尝试进入社会的时候 那时候写CV 通常我们都是假寿于人的 即是怎样呢? 例如说 刚刚毕业出来 真的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没得写 有时候 会邀请一些 即是朋友 总会有几个朋友 特别识得写这些 你帮我搞定它 给你一些资料 然后请人家吃饭 诸如此类 但其实现在 写CV更加方便 因为现在的AI是弱得 你自己输入了你的资料 然后你跟AI说 帮我托一份CV AI已经可以帮你托 所以在这个年头 你说什么 托好自己的CV 然后传很多CV 其实努力是一文不值的 因为你真的 就是复制、贴上、Send 复制、贴上、Send 就是这么简单 甚至可以这么说 举手之劳 如果你是习惯做熟的话 一个小时的话 你说Send 60封 其实真的不难的 好了 还有一件事 我对于这个 什么林瓦斯的女明星 其实我没有听过的 不过刚才 跟着大家一起去看 见到她的经历的时候 我会在想 你曾经和一个富商 结婚十年 还有小朋友 有什么理由 就是说 你还需要去找工作呢 是不是 我不是说 叫你什么婚姻 就必定是贪败人家的钱 然后抢败人家的身家 不是这样 而是说 既然你应该有段时间 做过少奶奶的时候 为什么不留下几手呢 就是好像 大佬 她身边那些裙摩乱母 除了金比以外 也有很多人 就是问大佬 拿手袋 拿物业 人家都懂得姑且 就是说 把手袋贱价 卖出去 然后把物业 卖出去 用来还债 所以我自己是不明白的 就是当你下架过 给一个商人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衰得 就是说 我要积极去找工作 正常来说 应该是觉得 你根本就是不需要做 你是移民去英国 但是 你是不需要做 只是照顾自己的小朋友 然后有空 就出去公园走走 就是这种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 我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人生没有Plan B 方案 如果你说 不是啊 我真的出身卑微 我整个人生很惨 那我当然明白 为什么你没有Plan B 因为我也没有 对不对 但是 原来你曾经又拍过电影 又不知怎样 又有老公的时候 为什么人生可以没有Plan B 其实我真是批头 就像我们这些普通人 我们人生没有Plan B 可以去帮自己兜底 但是我们也会学会处促 因为你有处促 那万一你将来失业的时候 你都可以顶多一段时间 还有 万一将来需要看医生的时候 你都可以第一时间 拿到一大笔钱出来解决问题 那居然就是说 好像没有Plan B 还是要出来去做的话 其实就是 因为你要明白 你在英国 你不是说做高薪厚职 你随便找份工作的话 就是说原来你的收入需要 是可能一个月收到万多两万元港币 你都有这个需要的话 那其实就 我不想说到这些东西那么坏 大家明白吧 对不对 还有这些稍为有少少知名度 接着就去英国的人 他们就明白自己的劣势 就是他以为自己有少少出名 但是其实有很多香港的艺人 甚至乎香港人 他们离开了香港之后 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是 他们根本就是一民不值 整天在这里就说 哎呀我饿我呢 就很讨厌香港的 离开香港的 最后就发现自己 什么也不是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蕭若元 网络忌生蟲 他们醒来 他们的人 肉身离开了香港 因为他们担心 港区国安法会捉他们 但是他们都知道自己 唯一的优势 就是只有香港人 才会付钱自己赚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他们仍然离开了香港 但是他们仍然都要赚香港人钱 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能力和定位 是相当清晰和了解的 不会像林雅思那样 真的似着自己在香港有少少名气 然后离开了英国之后 打入英国市场 这个没可能的 蕭若元的视频 如果你用AI翻译普通话 他一定做到 现在有这么多AI 你试试翻译给台湾本地的青少年人 看看有没有人会看他的视频 看看他会不会有什么 不知道几万订阅 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 有很多人 他们说不喜欢香港 但是离开了香港之后 根本没办法生存 不要说没办法生存 而是说 他会去一个真真正正属于他的位置 就不会说能够在香港做一个 原本他应该是高攀不起的位置 例如说 以前19年的时候 有些香港公务员 他可能已经做了十多二十年了 坐到五六万一个月 半个人中龙凤 都算是这样 对于基层来说 有些人会自视过高 就说 我在香港做公务员 找到五六万 现在香港这样 我走了 我到英国最多找一两万 我找到四万三万 差不多了 但最后发现 你离开了 所谓你最讨厌的香港的时候 你那些所谓的工作历历 别人不舍一体 走啊走啊 总之这里 就有什么水果包装 你做就做 不做就不做 万二元一个月 每日做十个钟 你做不做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有很多人 经常说 我不喜欢香港 但他们一直以来 被香港保护着都不知道 是要离开了香港 现在就来哭哭哭 对不对 好了 去看看黎明演唱会 我爱黎明 究竟最后 为什么爱黎明 搞到受伤呢 在11月15日 黎明演唱会的第二场上 当黎明在唱快歌的时候 很多粉丝跟着天王一起舞动 其中一名女粉丝 一只手拿着手灯 又唱又跳 意外 拼中了前面一名男观众的头 伤者被拼到爆肝 要离场进行急救 事件也惊动了警方立案处理 伤者的朋友李先生 跟传媒说 当时黎明在唱快歌 自己站起来看 李先生是粉丝 但是伤者 自己的朋友 不是粉丝 所以他不太高兴 他一直坐在位置 李先生说 突然听到自己的朋友喊了一声 然后看看什么事 发现他被人打破 然后还流到嘀嘀声 最后他走出去 然后工作人员带他 给那些性约翰救伤队包扎 然后叫白车 送到伊丽莎白医院 但是在做完分流之后 医院就跟他们说 虽然我看到你敌出来 我也知道你很痛很辛苦 但是你经过分流之后 其实你不是很严重 所以你是次紧急 大概要等三四个小时 最后自己打车 去了私家医院 仰和医院 还要在他的途中 一路去 一路敌 最后 去到仰和医院之后 争了四针 打破伤风针 食抗生素 照X光 然后送了自己的朋友 回家休息 李先生也跟他朋友 再联络过 总之被人襲击完之后 他就睡不到 再说一点点 里面的详情 李先生说 帮到他朋友 是一个女歌迷 当时有一位男士 走过来 问什么事 不知道是否想调解 自己的朋友 给了一张 自己染迹的纸巾 男人就立刻跑开 至于打破伤她的女孩 有没有跟自己的朋友道歉 他当时 有没有道歉 就说听不到 因为现场很吵 那名女子的朋友 也给了自己电话号码 自己 就不会去打电话号码 因为 不知道电话号码是谁 甚至乎打破伤她的女性 也没有出去了解这件事 仍然继续在看演唱会 然后李先生就说 这件事 他们已经报警 相信警方会处理 然后也说 事件会交给律师跟进 所以 就不会私底下 去找这名女子 李先生就立即去到A-Music A-Music 即是主办方 和黎明的Facebook 就有私信 留言 就说 你们一直都没有人联络我们 我就不想把这件事闹大她 但是麻烦你们处理一下 因为她分享 原来自己以前去巴黎 看其他人的演唱会的时候 别人是会去查一下你的袋 看看有没有硬物有机会弄伤人的 甚至乎是说 当你有水瓶的时候 都要打开去看看 确认一下里面有没有水 因为担心你会扔瓶 但香港就没有相关的安检 再加上 你那些偶像、应援、灯牌 都是用硬胶去做的 基本上你肯大力 就一定会有人受伤 现在还真的有人受了伤 李先生强调 不是说想要你给多几张票去回馈我们 也不是说给几千元就算 但总之 要有个交代 其实我会觉得这件事 两三万都不过分 因为你去得养和医院 你还要打针 你还要联针 你还要取抗生素药 你还要取抗生素药 这都不知道几千 对不对 还有因为受伤 一些情感赔偿 还有第二天不能上班 这些 其实全部都算进去 问主办方拿回一两万 问女歌迷拿回一两万 其实金额就不过分 我自己这样看 李先生就没有说 一定要赔多少钱给自己 他也是说想先找个交代 我自己这样看 如果这件事不卖报纸的话 我都很相信是会不了了之的 因为你被人拼了 然后你拿了别人的电话号码的时候 你又说现场很吵 其实你都不知道 这个电话号码 是不是真的是别人的 如果有些人的心较黑的话 我现在出事了 要留个电话号码给别人 想想自己有谁最真 留些仇人的电话号码给他 就一次过可以玩了两个人 自己又可以避开个责任 然后自己的仇人又等于 无故被人电话骚扰 有很多人会想这些坏东西 所以在这些时候 你拿着别人的电话号码 其实最理想的状况 当然是你要打一次 去做一个double check 然后最重要的是 拿起身份证来吧 你遮住那个 不知歪多的号码 你让我看看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 由于当时的朋友 就嘶嘶嘶嘶嘶 然后外面又在唱歌 每个人都很害怕 弄到自己一刹就跑了出去 其实这件事 就是个人观感来说 对于如果将来 要进行一些民事申诉 打官司的话 其实这样是很不错的 因为甚至乎就是说 你有没有现场对质 可能你连整个民事官司 你要去找人去告 你也有个问题在这里 是不是 还有就是说 究竟这件事 因为伤亡不严重 所以警察是否说 会动用所有的人力物力 帮你去追讨一切呢 是不是真的会帮你去追讨 就是说 那个女粉丝叫什么名字 还可以给她的个人资料 方便你 去给律师信她 去进行民事起诉呢 我自己就不看好 除非就是说 你的朋友送到院之后 不治 如果是人命关天的话 你连民事律师都不用聘请了 到时警方所有东西都会帮你 但是现在这种就是说 他自己受了一点点伤的话 我就觉得这件事 能够顺利追讨的可能性 不算高 因为不是说 你每件事上了报纸 就必定会有好结果 我自己也是一个例子 不过这件事有机会有转机 因为始终上了报纸 上了报纸之余 这件事是与黎明挂钩的嘛 你黎明演唱会 黎明前黎明后的话 曝光率多了 曝光率多了的话 不排除这件事 即是主办方可能都想 息事宁人的时候 就会主动去嫁入这件事 去处理这件事 例如说 拿两三万出来去赔 然后去慰问金 诸如此类 当然 如果当主办方都愿意 去拿这块钱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主办方当然 会有自己的方法 可以找到那一位 女歌迷出来去负责任 因为正常这些钱 就没有人想在自己 荷包那里出的 就算你说那条 是公数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 应该 可能主办方都会 提供 关于那个 女歌迷的讯息 都未顶 不过这次肯定不关黎明事 因为黎明是其中一个工作人员 他负责唱歌跳舞 维持治安 维持秩序 入场安排 事后追讨 那些真的不关黎明事 不过这里有件事 都想和大家聚焦去看看 你自己爆肝 你入到公立医院 当你被评为次紧急的时候 其实就是 你当我有偏见也好 什么都好 我是觉得医护就不会特意去玩你的 如果他们手上的那些 紧急个案处理完的话 应该都不介意 首先去帮你联针的 因为你始终都是 点滴皆辛苦 你还在滴 但是当医护都要跟你说 你可能还要等很久 还要等好几个小时 代表了香港的医疗人员 很多的资源 完全是不够的 因为你看到演唱会 你肯定是晚上的 对不对 你说早上的 可能有很多的公公婆婆 都要去排急症的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去到晚上的10点 11点的时候 那条龙都应该清了 都说着 仍然有很多人 是在医院 甚至乎他们的病情 是比起你穿了头 更加严重的时候 你就想想 香港那个公营医疗 那个的资源 究竟是有多么紧绝呢 对不对 幸好他们都懂得自己去养和 如果不是的话 你这样滴滴滴滴滴 而且头发本身脏的 对不对 你又多油脂 又多头皮 上面最容易就是脂身细菌 所以呢 逢来就是说 在这些头发上面 生暗瘡那些 都比较难康复的 如果你说 哎呀我的手这样 生了暗瘡的话 那我注意一下他 可能不要让他 有任何的细菌接触 甚至乎 黏膠布下去 就搞定了 但头发那些 本身又脏 无时无刻 又会滲出油脂 所以呢 在这些地方 其实就真的 受了伤的话 就真的有点麻烦 而且连针也不太方便 你这么多的头发 都在阻挤着 其实呢 这次这件事 就肯定是无心的了 没有人就说 特意要去伤害其他人 那只不过呢 如果当粉丝与粉丝之间 这么容易都可以 用硬物去串了头 那如果有人就说 有意是说 去针对那些明星的话 那你就想想 多容易出事 例如说 我拿着这些东西 我丢他 可能真的 就随时论到明星 就头破血流了 那当然 就是 怎样做这些 我不会详细说 不是说去教人做坏事 那我想 黎明本人 都应该有看报纸 知道这件事 不知道了 究竟他会不会去 尽显自己天王的风范 那可能呢 写一张伟问卡 那不过呢 那张伟问卡 是不是他写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之后有签名 那不是说 黎明就一定要 拿钱下来 那不是说 特意要去 道德勒索 黎明 那但是你说 他知道这件事 他可能写一张 慧问卡的话 那对于 他那个受了伤的粉丝 都有些安慰 那至于你说 事后主办方怎么处理 那女歌迷是否不认账 那这就是另一个故事 但是有些公关的事 其实真的要处理好他 特别就是说 好像黎明 那些四大天王开演唱会 这些买小见少 那 无谓就是说 在后面 又闹出这么多 这些吉里咕噜的新闻 好了 今天星期六 今集就轻轻松松 短短地来到这里 好 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下来 拜拜 拜拜